今天台股小跌 跌了8點 那你說 老師為什麼要給你 盤中開盤跌150點嘛 你說老師那跌150點又拉起來這樣很強 很強是也真的是蠻強的 因為留一個長下影線高達快100多點 所以應該還是算蠻強的 但是如果說你說很弱的話 應該還蠻多股票蠻弱的 那我這樣講等於沒講嘛對不對 隨便啦沒關係你高興就好 昨天我測標給你寫1471的首例 首例今天就開低走高直接拉到漲停板 我不知道你感覺怎麼樣 也許你認為說老師你那個股票怎麼樣怎麼樣 那都這樣了你還怎樣對不對 都這樣了你還怎樣 其實我跟你講不管我們做得多好 還是很多人會有意見 那我跟你講我沒有廣達啊 廣達今天270了嘛對不對 我也沒有偽創啊 偽創今天掌停板啊 沒有就沒有啊幹嘛騙人對不對 幹嘛騙人沒有就沒有啊 你有我恭喜你嘛 如果賺不到錢你不要又什麼AI又變BI了 我覺得說有些人真的蠻奇怪的 條條大路你都可以選啦 但是不一定都是通羅馬 你自己要去選擇你自己所愛的 不要什麼什麼什麼老師我覺得 你要怎麼樣 上禮拜四跌破季均線16860 請問一下今天收盤拉上來 有收回16860嗎 禮拜一又跌200點 因為碧桂園出事了 中榮信託出事了 好那請教一下 結束了嗎 到今天為止結束了嗎 昨天我也講啊 昨天台股反彈 然後昨天陸股也拉上來 是因為陸股大陸的央行閃電降息 那昨天俄羅斯央行是閃電升息 升息14碼 升息14碼是從 基準利率從8.5跑到12 台灣如果這樣子搞的話 應該沒有人敢去炒房 你知道嗎 因為你跟銀行利率簽好 簽好那個貸款利率 簽完之後馬上往上調14碼 當場就昏倒 你懂什麼 當場可能一個月本來要付 兩三萬塊的房貸 可能變成四萬 你當場就會昏倒 你就不敢炒房了 我跟你講你是不敢炒房 所以你自己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是台灣特殊的金融狀況 但你說什麼 哪一個黨在炒什麼股票 其實這都不重要 反正你就是自己要加油 今天指數最後跌8點 那AR的龍頭今天就是廣達 把偽創在撐嘛 那把他撐起來 獨撐台股 但是我跟你講 最後還是失敗 為什麼失敗 因為沒有翻紅嘛 結果論 那說老師那接下來怎麼看 我說很簡單 這盤要解很簡單 這月線在16.930 季線在16.892 都沒有亂站上 那你要小心 他什麼時候死亡交叉 理論上是下禮拜 理論上下禮拜就死亡交叉了 那到時候看盤是怎麼變 能不能再度轉為為安 就你就要看看 你就要看看 對啊 你如果說 老實啊 我跟你講 雙錘打樁啊 什麼什麼 雙錘打樁不是用在這裡 你要看麥當勞在上面 你這邊雙錘打樁 有沒有效 還要再觀察一下 有沒有要再觀察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買股票 不要亂買股票 我覺得說有時候保留實力也是一種策略 那今天台座三保 台座南亞台化大跌 大跌破底 破底 破底喔 那ECFA的紅利 大陸應該是要收回的 那 我覺得很奇怪就是這兩天 台座那個 王文彥他們 王文彥他們都不講話 應該也是講話也是沒用啦 蔡英文他也是拿他沒皮條 也是給他白眼說 啊不然咧你自己去爭取啊對不對 科反傾銷稅你自己去爭取啊 對不對 台灣跟我進步 這樣就好啦 所以他們企業應該是自己去協調啊 找大陸官方做協調啊 那熱門交聯股 這是今天首例拉漲停板了 你們講一下首例好了 昨天才收個紅棒而已 就立刻開低 你們有這麼缺錢嗎 拉漲停 這樣也沒有很多 14%而已 有這麼缺錢嗎 都已經高檔下來 高檔下來修正37% 我是說他要反彈的 所以我測標給你寫另外一檔股票 我寫幾毛 1587啊 你看他這一波上漲 因為他發明了新的東西啊 結果他現在又跌回來七張點了 之前這檔股票的 他打底的地方 就在這裡啊 如果這邊有人大買的話 你買的成本比他們還低耶 比這邊買的人還低耶 那風險 你自己要去衡量風險 大還是小 你再看看 那今天有問題 今天是智原 智原今天強漲啊 那開低震盪之後往上走 那我建議你不要碰啊 我是知道這邊有人在到貨 那廣達 廣達好棒棒 廣達好棒棒 那我沒有喔 我先跟你講我沒有 你不要明天跌下來 老師我怎麼樣 那原則上這邊 你說是一個W底 我怎麼看喔 明天如果萬一下來的話 就是M頭 所以你自己要 稍微小心一點 那如果是股的話是台聚 台聚這個已經破底了 跟台 台說南亞他們一樣啊 這個被科返薪消稅了 這已經 AGBA的紅利 人家大陸要收回去了 這蔡英文他們都不找對岸談 那不找對岸談 人家先是搞你的農產品 台灣輸往大陸的農產品 現在搞完之後換塑化原料 那塑化原料搞完之後就換電子 你等著看 你看他會不會這樣搞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這邊弱勢股的話是寒色 寒色這檔股票的話 之前一路炒啦 炒到八十幾塊 炒到八十幾塊 現在腰斬 我為什麼要跟你提示呢 就是 有些股票他在跌的時候 他不會跟你講道理 就像他漲的時候 沒跟你講道理一樣的意思喔 他在跌的時候不跟你講道理 因為 其實大股東都知道 他自己真實的價格在哪邊 應該值多少價格 你像三富 十塊 漲到一百八十八 漲十八倍 那漲了十八倍之後 今天就算跌到一百 他還是漲個九倍十倍 你覺得咧 你自己要去想 你覺得咧 真的有這麼好嗎 股價可以低檔上來漲十八倍 所以有些東西就是 你明明知道是純炒作 你自己要小心一點 那路股這邊的話 昨天我錄的時候也是拉尾盤 今天是搞不好要殺尾盤 可能舊式的狀況不是很好 那吉茂這檔股票我看好是因為他 去年研發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RDHX伺服器水冷散熱系統 這個是專門用在伺服器 高階伺服器的散熱水箱 你散熱喔 很多人說什麼什麼 他有什麼新的產品 什麼軍熱片什麼 我跟你講你沒有水箱 去把那個水裝起來 我就不相信你這個系統可以運作 那日本人有這個東西的話 你不用等嘛 你到時候你就看 尾創尾盈要出貨伺服器的時候 下半年才要 年底才要出貨對不對 明年要出貨對不對 尾創尾盈他們要出貨 甚至廣達要出貨 他們要出貨的時候 到底拿誰的水箱 散熱水箱去 去負載在那個伺服器上面 那如果都是他的 我跟你講喔 他是光門毒氣喔 這全部都是他的喔 東西要先跟你講 不要什麼什麼什麼 老實說我跟你說 我好像知道你有講過 那反正我就喜愛測標嘛 那明年如果不小心上去的話 那你不能說我運氣好 我都事先講啊 我又不是跟你分析漲停板對不對 我又不是那些北七老師 在那邊給你分析漲停板 然後說你看我好厲害喔 你看我齁 你手機有1357924680的 通通可以來怎麼樣 管你喔 你只要四字你就賺得到錢 我講一句比較不客氣的 你只要四字你就可以賺到錢 不是嗎 所以我還是告訴你 你要用對方法找對人 跟著一個會帶你賺錢 腳踏實地的老師 我們明天見